大家好我是老军啊我也来了啊 今天股市的话总体来说挺无聊的 一起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 然后最后的话那基本上是不涨不跌 那个股的话涨跌也是不一啊 可以看到相对来说的话 一些科技股的话啊 涨的话还可以 然后啊板块之间也也不是非常非常明显 除了 energy 今天回调的话比较厉害 其他的话都还好 先说一下今天我个股的话我卖出什么 其实是我昨天买的 然后我其实是把se的话给卖了啊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的话我主要说两点 第一点的话就是和大家过一下 那我整个的一个思考过程 从我收集到的一个信息 把我背后的一个思考 把我最后进行的一个操作 就为什么去进行这样一个操作 整个过程的话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就希望可以对大家有一些帮助啊 这是se 然后第二部分的话就聊一下 airbnb的一个对airbnb 采明天出财报 明天出门财报的话 对于他们财报的话 稍微稍微做一个指引 把第三季度财报过一下 然后对第四季度财报的话 做一下指引 然后消息面上来说的话 今天我看了股市 不管宏观面也好 各股也好的话 都没有什么非常大的消息 除了特斯拉 今天有一条消息说 那伊朗马斯克在上个年11月底的时候 然后他捐了差不多要将近60亿美金 我说不愧是伊朗马斯就随手一挥的话 这60亿美金的话就出去了 捐助的一个对象的话 我看了一下 那我觉得网上的一个猜测的话 应该是捐助到united nation 然后主要是捐助到他们啊 食品援助的那一个那一块啊 因为其实前段时间的话 伊朗马斯克确实和他们一个direct的话 在推特上的话 有过一个交流 最后的话就没有后文了 那我记得是伊朗马斯克 让他们把他们的一个流水状的话 希望可以在他们在网上的话 可以公布出来 如果公布出来的话 然后伊朗马斯克就决就决定要捐钱 但最后的话啊 我觉得可能私下里的话啊 有一定上信息上的一个交流 然后最后的话去伊朗马斯决定要捐出来 要将近六十亿美金啊 非常非常多 那我觉得听到这边的话 大家应该给我们伊朗马斯稍微股价涨 那么这些钱的话 而且我估计的话 这些钱的话 最后应该能够保证会去到那边 需要这一部分援助的那一部分人手里 那昨天的话 我记得啊 昨天视频里面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个 那周金山联储主席 他在星期天接受的一个采访 然后他那一个人的一个观点daily 对吧 然后那个人的观点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鸽派的 然后他是赞成三月份就开始加息 但是加息的一个幅度的话 他觉得是应该起码到今天为止的话 数据告诉我们应该在二十五个基点 那么比起啊 上一个星期Bolar他的一个那七月份之前 要加一百个基点的这种态度的话 其实啊 昨天daily的一个态度的话 相当是比较鸽派的 所以有小伙伴问我 然后他说即使daily他的一个态度的话 相当是比较鸽派 但是是不是代表这一波通胀 或者宏观给股市所带来的一个风险的话 是不是还没有解除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 那因为啊 我的一个看法的话 就是我完全没有什么时候 那么宏观对于股市的一个影响会结束的话 啊最终的话 我觉得还是取决于通胀什么时候下来 那即使说啊 因为上啊 上一个月啊 一月份的一个通胀数据在七点五 那我说即使说通通胀 他的一个环比增长开始下降的话 那他不代表美人储的一个态度的话 就一定会变鸽派 举个例子 上一个月七点五 如果这个月出来同比增长的话 在七点四或者七点三 那那么即使他的一个环比增长 他在开始下降 但是他的一个同比增长也是在下降 但是同比增长在下降的话 他在七点四还是仍然是在一个高位 我记得美联储在上一次开会的时候 他们对于年底的一个通胀的目标是在百分之四啊 那虽然说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起码摆在他们眼前的这一个 那难题的话是非常艰巨的 而且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么因为十一月份的话就要进行中期选举了 所以最好也是最有效的一个策略 其实应该是在三月份的话加息五十个几点 但是啊其实现在他们是不断的在试水 那我们要这么去看美联储主席 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一天一个人出来 告诉我们啊我们三个月份加息五十个几点 另外一天接下去一天 然后又有一个人跳出来 我说五十个几点太多了 我们加二十五个几点 那其实他们就是在给这个市场试水 那么先试一下说哎 整个市场能不能接受我今天出去放风了吗 我说五十个几点 然后看一下市场怎么去反应的 那如果市场反应太激烈的话 那马上就出来另外一个人告诉你哎 五十个太多了 我们可能二十五个几点 那他就是在不断不断的一个市场之中 那但是美联储的一个态度的话是不变的 我们要知道那么他们的一个目的的话 目标的话就是把通胀给压下来 然后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升息就是加息 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理由 那我们要知道啊美联储其实是可以接受 打个比方他们是可以接受啊股市是可以回调 从最高位的话比如说回调百分之二十 甚至于回调百分之三 但是我觉得美联储的话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是一天 比如说股市给你崩个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甚至于百分之四百分之五 那这种情况的话他们是不可以接受 他们不可以接受啊那资产价格 特别在股市这一块的话暴涨暴跌 这个是他们特别是暴跌 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那么但是如果你缓慢的开始下跌 或者这种阴跌的话 他们是完全可以接受啊 因为有原因的话 我以前也分享过资产价格下来的话 对于他们是有好处的 那一是可以降低需求段的一个问题 第二点的话呃可以是一部分人的话 会重新回到 如果资产价格下降 可以是一部分人的话 重新回到这个劳动市场 重新回到劳动市场的话 对于工资的一个上涨的话 也是一个抑制的一个作用啊 所以我我要总结就 我觉得我的观点其实比较明确 就是我觉得美联储的一个态度 就是他们可以完全可以接受资产价格下跌 但是他们不可以接受资产价格暴跌 好吧 然后啊 这一个图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去关注的 他这边的话是亚特兰大 他们联储的一个GDP 那我就是去追踪GDP的一个数据 那他其实是根据不 因为每个月每个月的每一段时间 不都会有一些经济数据进来 所以他其实是根据不断进来的一个经济数据 然后去对GDP的话去做一个预测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蓝色这边的话是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 或者市场的一个consensus 那么然后绿色这条线的话就是亚特兰大 那联储他们对于GDP 根据实际的一个数据进来 他们对于GDP的一个预测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现在在这个位置的话啊 预测的一个GDP一季度的一个GDP啊 就对2020年一季度预测的一个GDP的话 比Consensus的话相对来说现在是比较低的 或者差不多要低了一点几个百分点了 那我记得前段时间的话啊 高盛的话也是把今年的一个整体一个GDP的预测的话 也是往下调了 那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风险 现在因为我可能通关这段时间说的比较多 很多小伙伴也就也会天天自己去关心 比如说十年美债和两年美债的一个利差 那么然后这个数据的话 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关注着 好吧 因为别突然有一天GDP出来数据比预测的话低非常非常多 然后我们非常非常的surprise 然后的话我们就来聊一下se 那这张图里面的话啊啊 这个人是推特上我我follow的一个人 然后很多se的一些基本面的话 或者一些特别是消息面的话 我都是从这个人这边得来 那么然后差不多昨天晚上睡前 他差不多可能三三点左右啊 我刷到他的一条推 然后他是去参加完se在新加坡的一个agm 那就是每年的一个年会 然后参加完之后的话 他对于这一个年会的话 就做了一个总结 那包括管理层在各方面的一些布局啊 各方面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展望 对吧 然后在他的一个总结里边的话 我看到了一条消息啊 什么消息就是这边的一个第三条啊 他的一个语言话是zero comments about india 他说probably it's too it's too sensitive 啊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啊印度的话 他们把free fire那就是se最火爆的那一款游戏的话给禁了 然后我第一反应的话 其实我第一反应就不是非常好 因为我在我的印象之中啊 我知道在free fire这款游戏的话 在印度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受欢迎 包括我以前看到数据free fire在印度的话 他的一个download他的一个下载量的话 其实是第一包括一个活跃度的话 也是排的非常非常前面 对吧 因为我们如果退一步的话 你看一下se的我以前和大家比例过的 se的一个三兄弟大哥的话 就是他们的一个游戏业务 游戏业务主要的话 其实就是free fire这一款游戏 那大哥是非常非常转接的 然后他们那个2d2d是谁2d的话 就是他们的一个ecommerce一个电商 那么但是他们那个2d的话 其实是非常非常烧钱的 所以如果没有大哥把钱赚回来的话 2d是没有这一个信心去一直在那边烧钱 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们那个3d就是他们那个fintech 或者数字钱包那一块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成为他们以后 那最有成长性的那一块业务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从估值这个角度去看到很多公司 基本上不给他们3d任何的一个固执 只给他们的一个大哥和2d的话 给一个固执 那因为大哥的话是赚钱的 游戏业务赚钱的话 你等于就给他的一个p 给他的一个multiple 那么然后2d他是不赚钱的电商的话 就按照电商的话给他一个multiple 就按照ps的吗 给他一个multiple 那然后把这两者加一起的话 算出se他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固执 或者正确的一个啊 市值的话差不多在多少 那就这是se本身的一个基本面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不管是在巴西也好 或者是在印度也好 他们在巴西和印度发展电商的一个渠道是什么 其实是通过他们的一个游戏业务 那么因为free fire的话 在巴西和在印度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火爆 那管理层聊过很多次 他说他们在巴西那边 包括在南美那一块的一个扩张 和在印度那边的一个扩张 shopee的一个扩张 那很大一部分的话全是通过他们的一个游戏业务 因为通过他们的一个游戏业务 他们在shopping在电商那一块的一个cac 就是获取客户的一个成本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低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起码在这两个市场的话 大哥和2D的话 这两者的话是有联系的 所以一旦如果说大哥出现一定问题的话 是会影响到他们2D在那边的一个发展 那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要看到 那如果说在印度那一块 那么大哥的业务受到影响的话 那么在从起码从估值上去看到 不单单要在p1那一块的话 可能要对他的一个大哥进行重新的估值 他在印度那一块电商的一块业务的话 可能也要对他重新估值 但是问题是在那么c的话 他们是几乎是从来不在他们的一个 那么财报会议上的话 把他们的一个电商那一块的话 按照区域去给划分 那么所以你很难有一块 起码从这条新闻来说的话 你很难是有一个啊 比较明确的一个猜测说啊 光光在印度那一块的话 游戏业务如果说被ban 完全被ban的话 可能对于他们电商业务带来的一个损失 或者带了一个影响 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去估计 那所以回到这条新闻本身的话 我通过这一个人的一个分享 就 calvin嘛 我通过这一个人的一个分享 那我基本上得到他的一个估计的话 free fire的话 在印度那全部的一个营收的话 可能占到所有游戏业务的 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就是他的一个估计 而且他的一个估计的话 是在昨天晚上看到的 那所以第一点我当我看到这条消息之后 我觉得对于股价的一个影响的话 应该是不会想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而且最让我可能不舒服的一个点 或者说最让我感到有一些困惑的 就是他这边说 他说zero comments from about India 就是管理层的话 在他们agm一个开一个会议上的话 那对于印度的话 基本上完全没有评价 那我的一个理解就是 那么他们第一点 就两种第一点 他们可能到今天为止的话 还在对于这一个影响的话 去做一个评估 那么所以他们现在的话 没有东西可以分享 那么但是这背后的一个含义是说 一定是有影响的 如果说印度的一个业务 对于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话 那管理层完全可以在agm上直接说 这一次的一个游戏背景的话 对于我们没有影响 所以影响的话是一定有 但是他们现在可能还在评估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的话 那就是管理层的话 非常有可能把对于这一个影响的话 放到他们发财报的时候 然后和所有投资者的话一起去分享 那么而且你还不知道 这个事态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 因为你可以看到free fire 这一款游戏的话是被进了 但是free fire max ff max的话 到现在为止的话 还是可以下载 那这两款游戏 唯一的没有什么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唯一一个区别就是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ff max的话 它就是一个ff的一个进阶版 那么而且这两款游戏之间的话是互通的 那就是你下载ff和和你下载ff max的话 你两款游戏的话 你是可以互相之间的一些玩家的话 是大家可以一起玩的 那所以理论上来说 那一些fxff的那些玩家的话 完全可以重新下载ff max 然后在ff max的话 继续玩ff 然后我还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我在推特上我继续去搜 我是搜se 那就是一个金钱的复权 然后你打一个se 然后我搜一下的话 我就看到基本上啊 国外的一些推特的话 或者国外的一些推特一些博主的话 没有人coverse 我不知道是可能是太晚的一个原因 那因为美东时间的话已经是三点 我看到基本上没有人在聊 只有一些啊 在亚洲那些那些博主 然后他们去参加了这一次的一个agm 然后他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包括对于印度把ff 就把这款把freefire这款游戏 禁掉了一些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和背后的一些影响 那所以我是结合了啊 我觉得当初的时候 起码国外一些博主 没有人cover这一条消息 那然后这条消息本身的话 我自己理解就是 我觉得对于他们的一个基本面 肯定是有影响 特别对于他们的一个multiple 对于他们的估值的话 肯定是有影响 那而且对于管理层 对于在这件事情上 他不做评论的话 使我产生一定的一个疑惑 那遵照啊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啊 对于2021年做总结的时候 那么我说我对于piloton 这家公司的话 对于管理层 我觉得有一些些问题的时候 没有非常的果断 那所以当我看到这条消息 然后我自己在我去又去搜 搜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消息 那么稍微做了一些research 之后的话 我直接就下单了 下了一个盘前的单人 所以最后的话 我早上起来的话 我看到就已经成交了 这可能在一 现在150不到已经149点149点6 149点56吧 那么把我第一次加仓和第一次建仓和第二次加仓的se的话全部卖了 好吧 然后今天在我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其实我又去稍微搜了一下网上的一些讯息 所以很有一些机构的话 对于se的估值的话 是仍然持保留 不持就price target 目标价的话 有些机构的话 仍然保持目标价不变 有些机构的话 把目标价往回调 然后对于整个s 就这一次的一个影 就就这一次印度把把freefire这款游戏给禁掉之后 对于营收上的一个影响的话 其实讯息的话比较杂的 那我看到有一些人的话 估计3%的一个营收的一个影响 那有一些人估计的话 百分之十的一个营收的影响 或者小于百分之十的一个营收的影响 那包括我看到 我记得是jp morgan吧 那他们的一个数据 用sensor tower上面的一个数据说 整个硬度的话 那占了freefire这款游戏 百分之二十二的一个mau 就是一个日就是一个月活数 那我觉得这个数据的话 如果他们这个数据是正确的话 我觉得这个数据对于啊 整个不管是c limited也好 或者对于他们游戏业务也好 我觉得影响是比较大的 因为华尔街你要知道华尔街最喜欢看的什么 就是mau 不过有意思的是啊 jpm指啊 就jp morgan他们指出这一点 然后算出了他们 即使按照这一个点去算出对估值上的一个影响 可能在最最后算到价格上的话 可能就是十刀左右 然后最后jp morgan的话 仍然没有把他们一个price target的话往下调 因为他们觉得长期来说的话 那么他们仍然觉得se的一个目标价的话 我没记错的话 可能在二百九还是在二百八还是在三百左右吧 好吧 反正到今天为止的话 我觉得市场上的一些信息的话 仍然是比较模糊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管理这个是需要管理层 在他们下一季度发财报的时候 三月份他们财报一般都是比ac的财报一般都是比较稳的 在三月份他们发财报的时候 这一点的话是需要管理层一定要站出来 clarify 对吧 然后是给出来一些指引 有没有对于将来的一些啊 营收啊 或者盈利的话有一些影响 或者有任何的影响的话 管理层都是需要和大家去解释的 那所以对我来说的话 那我不会后悔说那自己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割肉 割在一个底部 或者说割肉的话损失多少 那最主要对我来说的话 我说了一旦我如果说我对他有怀疑的话 那我没有必要 那再抱着一些希望的话 继续拿下去 那因为一旦你自己一个 有一点点问题 或者一旦你开始有一点点 开始怀疑自己 甚至于怀疑这个投资的一个 那他如果股价涨回去的话 那是一个侥幸 他如果股价又继续往下跌的话 对吧 你一定会你一定会后悔 当初自己的话 为什么没有post trigger 好吧 反正他们财报的话 我是一定会关注 然后我是希望从管理层口中的话 得到对于这件事情的话 对于他们来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到时候的话 我会再来和大家更新的好吗 啊 然后看一下airbnb的一个财报 首先看airbnb财报之前的话 先来看一下expedia expedia的一个财报的话 已经发了他们四季度的一个财报 那有几点的话 我觉得我们需要知道 首先他们对于接下去一个季度 二零二二年一季度的一个展望的话 啊 一个趋势的话是非常好 二零二二年一季度 一个趋势的话是在往好的方向去啊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啊 十二月份他们的一个住房的一个booking的话 比比起二零一九年还 同比增长的话是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七 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奥美矿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对于airbnb的一个财报的话 啊 我不是非常清楚奥美矿能够对airbnb的话 有多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我知道的是奥美矿的一个影响的话 对于airbnb的一个影响应该会比对于expedia的一个影响的话要小 好吧 但是我觉得不可避免的话 也许会有一些cancellation 那么那expedia 他最后的一个财报的话 啊 他从一个营收的话是低于华尔街预期 然后低了一点点 然后他的一个盈利 他的一个bottom line的话 比华尔街预期的话是要高的 那然后我来看一下 这是他们第三季度的一个财报 然后这边的话到第三季度 所以第四季度的话 啊 整个华尔街的一个预期啊 营收的话差不多是在一点 就一点四六左右一点四五吧 这是华尔街的一个预期 然后 盈利的话 net income 就一个盈利的话 啊我算了一下 如果我把eps去换成他们最后的一个盈利的话 差不多华尔街预期的话是在2500万 就25个million到50个million左右 然后因为比较奇怪 我在yahoofinance看到的话 他的一个eps的一个预计的话 consensus的eps预计的话在零点零三 但是我在彭博上看到的话 consensus这个eps预计的话在零点零四七 所以我把它稍微换算一下 然后啊 去乘以他的一个代录的share的话 差不多 我算出的话是2500万到5000万左右 那么最后是他们的一个net income 啊 我个人那个预测的话 那我觉得最后的他的一个net income的话 可能就在这一个margin之内 就在25到50之内啊 我觉得25的话 其实就高于这一个25的话 应该不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高于这个50的话 我会比较满足 那主要我不能确定的 可能还是因为12月份整个Omicron 对于Airbnb的一个影响啊 可能相对来说我仍然是比较乐观的 那因为我觉得如果说expedia的话 都能在他的一个bottom line 比他们的一个预期要好的话 expedia因为也也是有Omicron expedia也是受到Omicron的一个影响 那么如果expedia能够比他们原来一个预期要好的话 我相信Airbnb的话也能做的 而且啊 我回过头去看了一下 我在三季度财报的时候 我自己做的一些笔记啊 为什么我在三季度财报做完之后 我就觉得Airbnb四季度 他们要还要还是能够实现盈利呢啊 因为Brian Chesky他自己说过 在三季度财报的时候 他自己说他说 我觉得我们四季度的话也能进行盈利 那么为什么 因为从啊一个成本费 或者从一个花费 从一个operating expense上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啊 其实感觉到这两个就这两个财报来说的话 Airbnb在这一块的话还是管的比较严 这可能也是反应了 我记得前段时间有小伙伴和我分享说啊 一般来说这段时间的话 一些大科技的话 一些大科技公司的话 他们都在进行招人 但是Airbnb的话 他们连intern的话都不着了啊 我个人觉得可能他们在运营上的一些节制的话 和他们在运营上的一些科格和一些节制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啊 因为你从整个复苏的一个情况去看 包括整个industry 网的一个方向去看的话啊 包括一个疫情的一个复苏 因为从这几个方面去看的话 我觉得整个行业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那而且demand的话 从experia财报里面你去看的话 一季度的一个点面的话是相当相当高 然后稍微回顾一下啊 Airbnb以前的一些财报 我这边想指出两点啊 第一点的话就是 如果我们去看他的一个gbv的话 Airbnb的一个gbv的话 就在三季度2021年三季度的话 其实已经超过疫情前了 那这是这是第一点 然后但是如果我们去从啊 nice and experience book 就是啊定的一个天数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Airbnb的话还没有回到疫情前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国际上的一个旅游的话 还是没有完全的一个开放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我说对于Airbnb来说啊 他的一个复苏的话 还没有完全得到释放 对吧那为什么gbv gbv从gbv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也已经超过疫情前了 主要还是因为单价的一个上升 单价的一个上升 由于什么 那有几个原因导致单价的一个上升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什么通胀 那我觉得我们就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2021年的话 你看一季度二季度和三季度 他们每晚的一个定价的话 一五九将近到一六零一六一和一五五 那这一个单价你去比二零一九年时候的一个单价的话 这个单价其实上升了不少了 你可以看到他下面三十三十一三十八和三十三 那当然还有一部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相对来说 国际上的一个业务没有开放 然后国际上的一些业务的那些房房源的一些定价的话 比美国的一个单日的一个定价的话要低 所以等到那一块的一个业务开放之后的话 他会把一个平均那个单价的话会往下拉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这一个全球的一个单价的话 他是往上升的 因为疫情的一个原因 因为通胀的一个原因 那所以啊我最后总结一下的话 对于Airbnb这次的一个明天的一个财报的话 啊我个人的话是持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 到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 我没有非常多的一个数据 不像昨天roblox这个财报的话 那我可能是有一些数据的话去支持的 因为Airbnb的话我数据很难去找到 那我只能去根据expedia的一个财报 包括最主要的还是我对Brian Chesky 包括他们管理的一个信任 因为我觉得既然Brian Chesky 他在三季度的时候 他就许诺说第四季度的话 他们仍然可以做到盈利 那我觉得他们就应该能够做到这个盈利 而且华尔街对于他们盈利的一个要求 其实并不高 就是2500万到5000万左右 那如果营收在啊就14点 营收的话预计的话是在14.6亿左右 那如如果说营收的话在15亿左右的话 要最后的话截至一点的话 要做到2000万2500万到5000万的一个盈利的话 我个人觉得其实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明天看吧 我觉得除了他们的一个博证案和toplane 当然对于未来对于一季度的一个预测 一个展望的话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啊 XP的财报里面呢 同样也强调了一季度的一个需求的话是比较大的 那但是对Airbnb来说的话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啊 包括他们长住的一些比例 长住比例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往下降一点 因为随着短住短短租的一些啊 客户越来越多的话 他长住的一个比例的话 会往下降一点 包括Airbnb其他的一些功能 那有可能将来的话会接受一些加密货币啊之类这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财报会议的话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 那当然Airbnb啊 我在推特上最近越来越多看到有人抱怨Airbnb的cleaning fees 那么打扫费用的话太高 那我希望有人的话有analyst可以问一下他们 那有没有在这一方面的话 是不是考虑一下用户的一些体验 那因为我觉得这些的话还是比较重要 而且是我基本上我在推特上看到 大家抱怨最多的就是Airbnb这个打扫费实在太贵 好吧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要下面给我留言 明天见 明天见